大家好,最近由于澳洲新打分制度的提出,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争议,有些人也有独到的见解,更多的我看到一些人困惑和迷思。 那么今天,我仅仅代表自己,为大家提供一些简洁高效的打分制度的梳理,帮大家了解一下政策和趋势,加上自己的一些分析和判断,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对大家的澳洲移民之路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提出新打分预案的机构,Granton Institute,或者是Granton Institute,都可以whatever you like,这个机构呢,是澳洲的一个智库机构,它是由以下的几个组织共同创立的,其中有澳大利亚政府,维州州政府,墨尔本大学和BHP,那么它的效率如何,也就是说提出的建议能被接受的概率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往,它曾经提到的取消商业投资和创新签证被采纳了,并且定期对职业列表进行更新的建议也是被采纳的,当然还可能存在更多被采纳的建议,但没有被披露出来。 这次的打分报告总计有80多页的内容,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网址,就可以下载完整的打分报告自行研究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打分报告中所包含的打分类别和每个项目所对应的分值,尤其是分值这里,未必在将来会非常精准地被实施, 但是从这个打分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政府和移民局越来越看重的趋势是什么,而当你掌握了这些趋势的时候,你就可以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 在将来出现变化的时候,获得更多的主动,新打分制度大约在2026年中旬生效,也就是两年之后,可能会波及到2024年初来读Master或者是Graduate Diploma的同学,也有可能是2023年来读Bachelor Degree的同学,和在这之后的同学。 那么新打分制度有可能生效多久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现今的打分制度大概存续了多少年。 现今的打分框架大约是从2010年开始生效,中途经历过一次2019年的打分加分,以及入职分数从60提升到65分,在2019年的时候,单身可以加到10分,而配偶符合了Competent English和有效的职业评估也可以加到对应的10分。 如果在2026年如期被新打分取代,那么现今的打分框架就从2010年到2026年超过了15年之久。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大的打分框架尽管在中途可能存在一些修订,但它整体存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年龄相差在10到15岁之间的人们可能仍然受到同一份打分框架的影响。 官方统计的整体趋势是,首先要给年龄做更多的细分,然后是对英语附加更多的权重,对PhD也就是博士上的同学赋予更多的分数。 另外从Top University,就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毕业的同学也会被赋予额外的分数,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世界前20的大学跟这个报告提出的判断依据, 是由Times,泰晤士排名,QS大学排名,和上海江东大学的学术排名,是由这三个榜单一起统合起来,而遗憾的是,澳洲目前的大学,包括巴达在那,没有一所学校在这个三个榜单统合起来的排名前20的榜单上。 但是今天有一个新消息,2025年QS大学排名刚刚更新,墨尔本大学排在第13位,鉴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Grayon Institute,它也是墨尔本大学的利益相关,所以给世界前20名大学附加额外分数这一点也可能符合这个机构自己的利益。 第五点,工作经验加尊将被更宽泛地赋予在不同类型的工作经验上,而并不是指定在于某一个职业,这个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理解。 比如一个人是会计毕业,他的工作经验有可能是公司内部的管理会计,有可能是税务咨询,还有可能是给审计公司做审计,在现在的打分系统下,他可能有两到三份的职业评估,并且每份职业评估需要的经验都需要专门的针对会计或者审计的职业去做。 那么未来有可能一个人在公司既做财务会计也做事务咨询,他们可以把这两种job responsibility写到一起,共同加到会计的工作经验上。 所以我有一个猜想,当前的职业代码是六位的,比如233915是环境工程,233999是其他工程。 如果你有环境工程的学历,但你的工作经验中夹杀着类似于233912农业工程等工作经验,那么你就不用分别去做这个农业工程,环境工程,其他工程这些职业评估,再分别的把这些对应的工作经验加到这些职位上,而是直接申报这个2339工程大类,把工作经验加到这个大类上就可以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具体如何实施,还要看未来的变化。我们看第六点,这是一个旧的打分制度,当前的打分制度没有的,新加进去的。 给在澳洲从事高薪工作的人额外的加分,加分的起点是7万澳币,你需要至少有一年对应这个薪资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出事带有这个薪资的job offer,才能满足要求。 第七点是赋予配偶更多的分数,当然这一点也不只是赋予配偶,如果你单身赋予的分数也更多了,逻辑是和现行的打分制度一样的,要么你是单身申请,要么你携带的配偶必须具备一定的英语和职业技能。 最后是最低的入持分数,加起来要超过300分,就类似于现在的打分系统里,你要超过65分才可以递交EOI,才有可能会被邀请。 另外智库也建议,如果申请者超过了400分应该直接获邀,这个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目前的400分总分是500分,400分相当于得到了80%的分数,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了。 至于邀请名额会不会都给那些高分卷王,仍然是未知之数。 大家需要明确,打分制度,打分框架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固定的,大家得到的分数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每一轮的邀请,是由移民局和政府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的。 在疫情期间,我就牵眼目睹过,会计,IT和工程,无论多高的分数都没有被邀请,而比这些专业分数低一些的社工幼教护理等三宝行业,还是被澳洲政府失而邀请过的。 归根结底,澳洲政府对某种劳动力短缺的需求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根据这个灵活变通,而不是一味的唯分数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智库统计的新旧打分框架的各个项目的权重变化。 首先年龄在旧的,也就是现有的打分中占有23%的比重,在新的系统中将降到20%,但是年龄会划分为更精细的年龄层,甚至每一岁都将会有不同的分数。 英语分数则由原来的15%上升到18%,而教育分数从原来的15%下降到了12%,这是因为取消了澳洲学习加分和片地区加分,这对于海外的申请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海外的申请者可能没有澳洲平均的学历,他们就不会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加分而失去更多分数了。 下面我们看到工作经验加分由现有的15%,降低到未来的10%,这是因为澳洲目前是承认多年的工作经验加分的, 无论你在澳洲还是在海外,你的工作年限越多,你获得加分的值也会越多。 然而在新的打分系统中,我们最高只可以加两年的,不分你是在澳洲还是在国内的工作经验的加分。 所以对海外申请者来说,大家超过两年的工作经验,比如说5到7年到10年的工作经验, 与你的年龄相比,还是你年轻的这个年龄更加重要。 对于在澳洲本地工作的人来说,你的薪资成了一个重要的加分项目,这是从5到有的, 在新系统中占有了18%的比重,而且你的薪资越高,你能加到的分数越多。 再一个是Community Language,这期语言加分,指的就是NATI或者是CCL, NATI是三级比一或者是二级口译的Diploma认证资格证书, 而CCL是你直接去参加一个简化版的二级口译的考试, 考察你在澳洲的一些生活场景中,能够灵活地切换中英文, 用中英文把意思准确地表述出来。 在旧的和新的打分框架中,它的占比是一致的, 最后是配偶技能或者说是单身加分, 我们可以看到是从旧的8%升到了新的18%,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 所以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和他配偶的英语能力和学历, 将会对他的移民澳洲的打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同时如果不携带配偶的话, 作为单身的申请者将会得到满额的配偶技能加分, 这对一些还没有配偶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以上的数据都是从官方宏观的角度来看的, 接下来我们将看打分表的具体每个细则, 为大家提供我自己的观点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年龄, 在旧的打分表中,最受欢迎的年龄群体是25到32岁, 他们可以获得最高的加分, 而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21到29岁成为了最受澳洲欢迎的年龄群体。 在未来的打分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从18岁到45岁, 年龄被激起了非常具体的细分, 30岁之后每一岁都会降低一定的分值, 其中获得加分最高的年龄群体21到29岁是100分, 而最低获得加分的年龄群体, 或者是某个年龄44岁才是5分, 这是20倍的差距, 而在过去也是现今的打分表格中, 最高的加分是30分, 最低的年龄加分是15分, 所以只是2倍的差距, 2对20, 可以得到的推论是, 未来的打分表对大龄人士变得不友好了, 与此同时, 年轻人相对大龄的优势将会更加的凸显。 在工作经验方面, 在现今的打分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是奖励多年的工作经验的, 超过8年的海外工作经验可以获得15分的加分, 而在未来的打分系统中, 工作经验最高的加分是50分, 而且最高可加的年限是2年, 多余的工作经验年限将不会赋予额外的分数。 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在现今的打分系统中, 海外和澳洲本地的工作经验是被区别对待赋予不同的分数的, 比如说澳洲本地最高的工作经验可以加到20分, 而海外只能加到15分, 而在未来的打分系统中, 澳洲的工作经验也好, 海外的工作经验也好, 都可以加到最高50分的分数, 前提是你有2年的工作经验。 这对于海外的青壮年申请者, 工作经验还没有特别多, 但是已经满足了两年, 并且年龄在30岁上下, 是非常有优势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 澳洲对于海外工作经验的歧视取消了, 比如说在现今的打分系统中, 在澳洲满足一年的工作经验即可加到5分, 而在海外, 你就要满足三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加到5分, 这样也因为新系统的变换而不复存在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旧的现行的打分系统中, 在澳洲满足两年的学习, 以及在平安地区学习可以获得5加5一共10分的加分, 而在新的系统中, 这样澳洲的学习也好, 平安地区的学习也好, 都被取消了加分。 这是对当前在澳洲平安地区学习的, 或者是准备去澳洲平安地区学习的同学的一个不利因素。 而对于那些没有澳洲学习经历吃海外学历的人, 这样的变动会补足他们在先前的打分系统中分数不足的劣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博士分数占比的变化。 在现在的打分系统中, 博士生只比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多了5分的加分, 而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博士生是60分, 而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只有30分, 是直接二倍的优势。 另外在新打分系统中, 如果大学是世界排名前20的, 会获得额外较高的45分的一个加分, 但是符合这样要求的人想必也是比较少的, 毕竟前20的大学是以美国的高校居多, 而选择这些高校去留学的人一般也更倾向于留在美国。 最后在旧的打分系统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职业年加分, 职业年是针对会计IT和工程类, 在毕业之后可以进行一些半实习半学习的项目, 获得额外5分的加分, 而在新的打分系统, 职业年将会被取消加分。 如果说在Pern地区学习的三宝专业学生取消了Pern地区加分, 那么像会计IT这样的内卷专业也没有了职业年加分的机会, 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期报线上。 虽然职业年被取消了, 但是无论是旧的打分制度还是新的打分框架, 设计语言加分依然存在。 接下来是单身和配偶加分的变化, 在旧的打分系统中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逻辑, 配偶只要拥有Competent English, 这是等同于雅思的4个6, PTE考试的4个50, 并且拥有一份有效的职业评估, 也可以像单身人士一样把分数加满加10分, 10除以旧系统的大约总分是130分是1 3分之1, 大概是配偶的一个比重。 而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我们可以看到单身或者配偶分数加满分是90分, 90除以500, 那是将近5分之1的一个比重。 而作为一个配偶, 要想给对方的主申请人加满分也变得更加不易, 英语要达到雅思8分以上才能加到60分, 雅思8分最后落实可能等同于雅思4个8或者是PTE4个79, 如果英语只考到了雅思7分, PTE65分的话, 那么只能加40分。 同时配偶的学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拥有本科和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能加到30分, 而像之前, 如果只拥有一个职业评估或者是三级证书的话, 只能加到15分。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携带配偶, 如果你需要满额的配偶加分, 是需要很高的应用能力以及学历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引入的澳洲薪资加分。 它的加分条件是薪资至少达到年薪7万, 并且满足了有一年的工作记录, 或者是有7万的job offer。 对于一些优秀的海外人士能够自行找到澳洲本地的工作, 获得一个7万薪资以上的job offer, 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加分。 不同的薪资之间也会拉开不同的差距, 7万的年薪会是30分, 8万的是40分, 9万的是50分, 而年薪超过12万的则会获得最高的90分的分值。 最后我们看一下英语加分。 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最高达到雅思8分以上, 会得到90分的加分, 已经是将近1分的加分了, 是权重变得更加大了。 并且英语7分和8分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开, 在现行的系统中, 7分是加10分, 8分是加20分, 虽然是二倍的关系, 但是彼此相差只差10分, 也就是至1分之1。 而在新的系统中, 7分是45分, 8分则对应90分, 它们之间有45分的差值, 但45除以500的话, 已经是相近1分之1了。 所以新的系统中, 7分和8分之间的同学会进一步拉开分数上的差距。 通过对比打分表, 我也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额外的观点。 一些预算有限的同学, 可能倾向于选择一些短期的证书或者是diploma, 低于本科以下的课程, 但是由于在达分系统中, 分数膨胀比以前更加严重, 原来是130分, 现在是500分版分, 而且我们要达到最低300分的入持分, 如果你选择了不能够加到batcher degree of higher, 就是30分以上的这个分数, 只能选择加15分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分数劣势。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 比如说pnbc担保或者雇主担保的选择, 那就另做别论了。 下一个建议是给当海外申请者的, 对于海外申请者来说, 年龄反而比长期的工作经验显得更加重要了, 如果拿到澳洲的身份是你的目标, 并且呢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学历的分数, 也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澳洲找到一份工作, 拥有一个job offer, 那么其实你应该是越早行动越好的, 因为你越晚行动的话, 比如说30岁起, 每隔一年你的年龄就会均降5分左右, 而40岁之后, 每隔一年你的年龄甚至会降10分, 所以绰绰的越久, 对你的年龄分数是越不利的。 此外过去我们也曾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可能一个人的签证过期了, 但是他想留在这里, 在澳洲的工作经验, 所以他可能需一些培训签证啊, 甚至用那个雇主担保签证, 或者是学签, 去攒够澳洲的工作经验加分, 那么由于新系统以后呢, 是承认两年的工作经验最高可以加达50分, 多余年限的工作经验不会赋予额外的加分, 而且澳洲的政府也不鼓励学业完成之后长时间的留在澳洲, 从485签证延长期限缩短, 再到这个35岁一刀切的政策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以后学签结束之后, 或者是其他签证到期以续签的形式一直留在澳洲可能会难度增加, 并且呢, 由于现在对海外的工作经验没有歧视, 无论是澳洲的经验还是海外的工作经验, 两年都可以获得同样的加分, 所以假设这个政策两年后得到落实, 那么毕业生就不一定要留在澳洲积累工作经验, 也可以选择回国找一个工作, 这样两年之后也可以获得50分的加分,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 对于那些大龄的来读书的, 毕业之后却没有毕业工签, 485毕业工签, 那么他们就可以回国或者在其他地区去找到工作, 并且积累工作经验, 那么两年之后他们一样可以加50分的, 然后最近刷到一些观点, 有说职业评估机构, 还有职业评估可能会被取消了, 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我们仍然要区分Skill Level 1或Skill Level 2, 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职业的就可以了, 它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认证, 另外呢就是大家也知道, 在澳洲有很多的职业评估机构, 有这个会计的, IT的, 工程的, 护理的, 还有一些TRA的, 比如说TRA还有Wetassess, 这些职业评估机构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利益圈, 多年以来在行业内也是有较大的话语权, 牵一番而动全身, 各个行业的传统不会被轻易破坏的, 所以我们该做的职业评估还是要做, 但对于申请者利好的方向是, 职业评估流程可能会发生改革, 我自己总结的观点是, 它会变得更加的简化, 变得更加的宽泛和类别化, 并且会移除一些重复的职业冗余, 在前面的该要介绍中, 我已经说了快捷的例子, 那么现在以计算机为例, 这个2613下设的职业下面, 有分析程序员, 软件工程师, 有测试和网络安全, 他们日常的工作中这些可能有穿插, 包括护理, 有可能毕业是register nurse, 但是你实际可能在做一些保健的医疗, 或者是残疾人护理老年护理相关的工作, 可能职业就不需要太多的细分, 我们不需要去做重复的职业评估和工作经验认证, 我们直接把这个工作经验认证到这个ICT和护理的这个大类上就好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 但结论是职业评估很然是存续的, 你如果有澳洲移民的想法, 无论你是这两年要毕业, 还是未来等新的达分落实之后毕业, 还是你在海外, 还是要先行有一个职业评估? 最近互联网上充斥着一种声音是, 三宝在新的达分系统中已经不再友好了,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 可能是他看的问题没有看得特别全面吧, 首先我们要承认三宝专业的学生, 包括社工又降了护理学生, 他们的英语能力可能要比其他专业的同学英语要好一些, 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入学条件以及职业评估要求会更高, 比如说护理生4个7或者PTE4个65入学, 以及同样的条件做职业认证, 社工是4个7, 而教育需要达到7788, 除非你在英语国家高校读书三年才能得到豁免, 另外他们的学科在学习和实习中有大量的需要和人交流的机会, 这是比其他学科的学生对英语口语的锻炼要多很多的, 同时三宝类的职业属于是essential skills, 在澳洲有较大的劳动力短缺, 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工作比其他的学科要容易很多, 相对于其他专业他们可能毕业之后更快的拿到赵宝福, 我们以值7万的赵宝福就可以加30分, 而7万的薪资对于三宝专业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难达到的数字, 而且前面我已经提到会计IT还有工厂的职业年加分被取消了, 还有一个被取消加分的是STEM学科加分, 就是specialist education points, 这个是加10分的, 很多在STEM学科里比如说物理啊数学啊还有一些science学科的人, 他们不再获得加分了, 所以除了那些实际的浑身解数, 把所有想加的分数都加上了卷王, 比如说考了亚思4.8, PTE4.79, 又考了CCL加上Community Language的5分, 再加上部分领域比如说IT领域, 如果工作的时间相对久一些超过3年的话, 可能达到12万以上或者10万以上, 这类人的分数在新系统中是比较高的, 可是作为三宝行业, 为什么要和这些top10,top20的人去比呢? 我相信如果想加更多的分数, 作为三宝专业毕业的学生, 考英语考到最高加90分是一定可以科出来的, 那么唯一和卷王的差距就是薪资带来的, 以最高和最低为例30分, 7万对应的30分和12万对应的90分, 相差了60分, 这60分也确实是三宝行业和top5% candidates之间的劣势, 可是在旧的打分系统中, 大家不也这样吗? IT和跨界的卷王卷到了90到100分, 而三宝的分数集中在于65到75、85这样之间, 但从历来的邀请形式上看, 三宝专业向来是一定于卷王的分数获邀的, 在189独立技术移民打分系统中, 三宝向来被称为冷门专业, 他们的优势从来都不是分数, 而是联邦政府和移民局对于这类职业稀缺性的考量, 这就表示了在疫情期间, 尤其是21、22年左右, 有一些专业, 比如说会计IT90、100分没有被邀请, 但同时三宝专业以75到85分这个分数区间被邀请, 到了23年随着工党上台政策放宽, 三宝专业在去年年底甚至可以直接65分上岸, 所以大家唯一要担心的是Occupation Ceiling会被取消, 这也确实是Gran Institute在本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Occupation Ceiling其实是给各个职业设定的邀请上限, 比如说我毕业的时候, 会计在全澳的邀请上限就是500到1000人, 超过了这个上限, 那么即使你选到再高的分数, 这个财年你也不可不会被189签证邀请, 如果新的打分制度采纳了取消Occupation Ceiling这个建议, 那将会导致所有的人部分职业挤到一个池子里, 按照分数高低, 由高到低获邀, 届时最有优势的人是已经在本地工作了两年以上的, 获得了12万以上的薪资, 在先前的旧系统中, 把所有的英语分数, 该价的分数都加上了那些人, 但是这类人的数量本身是有限的, 另外这会导致很多邀请人都集中在一个行业上,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争议, 比如澳洲政府和移民局是真的想要那些拥有高分的人, 还是更想要那些能够填补本国内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岗位的人, 同时由于澳洲才是由多个州构成的联邦职, 偏远地区对医疗系统劳动力有较高的需求, 那么这里面就会导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利益上的冲突, 所以随后我觉得澳洲政府会否听从这个智库提出的要取消Occupation Ceiling职业邀请上线, 这个建议是不确定的, 而智库本身也没有更多的power凌驾于各州之上, 迫使各州取消自己的190491不让他们去担保本州稀缺的劳动力, 历年来看, 对于三保职业来说, 能够189独立技术移民打分上岸固然好,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190491这些其他州和P&D去担保拿到的, 我们也知道各个州向来都有自己选择某种职业申请人的考量, 对于各个州来说, 只要申请人过了最低的入职分数, 比如说在现在的系统中是65分, 在将来的系统中有可能是300分, 那么其他的选择标准不是分数越高越好, 而是看这个申请人的工作经验, 申请人的职业等, 是否满足这个州当前最需要的情况, 所以读三保, 尤其是在P&D区读三保的同学真的没有必要焦虑, 因为将来P&D区对担保你仍然有很大的机会, 相对于大城市里热门专业的卷王来说, 你在P&D区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更顺利的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 也有可能有很大的概率被你所在的州挑选和邀请, 所以鉴于这个新的打分系统, 参考了很多加拿大的打分机制, 我觉得未来189独立技术移民和各州的州担保190491等, 可能是精卫分明的两条赛道了, 当然现在已经也很分明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个堪培拉的州担保ACT Matrix, 大家知道堪培拉州它是有自己的打分表的, 除了要满足最低的入池条件, 你还要满足在他自己的打分表, 其中列有一些在本州居住的年限和在本州学习的经历, 甚至买房的一些要求能够得到加分, 他并不看重你是否在这个189的打分表上绝对的高分, 只要你过了入池分, 满足他打分表上的高分, 他就会担保你, 所以州的倾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笼统来看, 各个州选拔的标准最看重的就是在他所稀缺的那些行业里工作, 所以在平安地区学习的三宝同学, 并不是一定必须要强求自己卷入这个189分数的角逐之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同条件的三宝申请者分数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 我假设的是一个26岁来澳洲读注册护士护理课程的人, 经过两年的学习, 他的年龄在毕业时有可能达到28岁, 这样他会获得最高的年龄100分的加分, 由于护理入学时就需要满足雅思7分的要求, 所以他已经具备了英语的45分, 再加上他本身读的是大学位的护理课程, 所以会获得30分的学历分, 毕业之后自己找到了一份薪资在7万左右的工作, 那么再加上这个job offer给他的分数是30分, 此外呢他还考取了这个社区语言CCL, 考到了20分的加分, 再加上他是单身还没有配偶, 单身申请直接加90分, 他的得分是315分, 所以我看到这个分数案例里, CCL的20分对他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没有这20分他会是295分, 就达不到入职的分数了, 315分对应500分, 大概相当于现行系统的65分左右, 所以是刚刚达到了一个入职分的分数标准, 或许在新的系统中, 人人都倾向于去卷分, 焦虑的情绪在蔓延, 所以他也会觉得自己315分会不会不够呀, 由于他本身已经考到了雅思7来读书了, 英语有一定的好的基础, 所以他尝试了几次, 最终考到了雅思8分, 加上CCL的分数, 他最终能够转到360分, 也就相当于现在系统里的75分, 这个分数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 应该都是有邀请记录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比较极限的情况, 假设有位同学33岁来澳洲读社工, 毕业的时候是35岁, 那么他正好卡在485签这样的年龄分线点, 幸运的是他获得了485毕业工签, 并且他也努力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两年, 那么现在他已经在澳洲待了四年了, 学习两年工作两年, 现在他是37岁, 年龄的分数进一步降低, 所以他考取了英语夹分, 对于他来说英语达到7分是很容易的, 他加了45分, 再加上他本身读的学位可以有30分, 我们假设他工作期间的年薪是7万, 所以又加了30分, 同样他也考了社区语言加了20, 以单身的形式申请, 最后他把两年的工作经验算进去, 再加上50分, 所以能够得到320分, 这个分数在现在的系统中, 也是相当于65至70区间的分数, 如果他很焦虑, 他也可以去考雅思8分, 再加上45分, 会获得365分, 的条件时, 他将会有余裕来携带, 不能为他提供太多加分的配偶, 因为他此时不再是单身申请者, 直接就没有了90分, 所以变成275分, 这个时候他的配偶就一定要考出very good English, 就是假设7分以上, 获得额外的40分, 才能让主申请人不那么被动, 这样现在主申请人的分数是315分, 如果配偶有一个学历更好, 专科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再加15, 就变成330分, 那么如果是本科或者研究生以上的学历, 就可以在330分的基础上再加15分, 变成345分, 这就相当于在现在的系统中, 是75到80的一个分值, 仍然是有机会获悠, 所以我想如果两年之后, 这个新打分系统真的会被落实, 很多人可能会对新打分系统, 尤其是满分这里感到非常不适应, 因为当前系统的满分大约是130分左右, 而未来的数值也相应的膨胀到了满分是500分, 但是这并不是一场考试, 我们需要分秒毕中, 拿到一个450分以上接近500分的分数, 我们的分数是按照比例叠加的, 所以你即使算出来自己是360分, 没有到400分, 你也不必要过于忧郁, 因为如果折合成现行的打分系统, 360分相当于90多分, 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的, 虽然智库建议400分以上应该直接获PPR, 但是具体真的会被实行, 被采纳, 还是不一定的, 但是这势必会导致大家都想要卷到更高的分数, 就好像看到自己如果积到了400分以上, 就有了一个100%的定心丸一样, 而且想内卷的人会继续卷分, 就会把这个氛围带的整体越来越焦虑, 最后变成一个the right race, 一个内卷的状况, 大家对分数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接下来从我的角度也会提出一些建议, 让大家来更好地survive the right race, 第一点就是对自己要一个明确的认知, 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条件, 看看最适合自己的是走哪条路, 是可以一直这样走189独立技术一名, 按照新的打分系统我能把分卷上去, 或者我至少能打分在300分的入职分以上, 还是我年龄大了, 携带着没有办法给自己加分的配偶, 让我只能另觅他图, 寻觅一些州担保或者雇主担保这样, 对分数, 对189独立技术一名的打分分数并没有特别看中, 反而看中一些你实际的工作能力, 以及你选择的职业在这个州的稀缺程度, 另外由于新打分系统, 把在澳洲工作的薪资, 以及无论你在澳洲还是在国内两年工作经验都考虑进去, 所以找到一个工作, 不仅有利于你和雇主去谈雇主担保, 也对于你的打分系统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有条件的同学也可以既选择雇主担保赛道, 或者州担保赛道, 也可以继续着远于提高自己的189打分分数, 做多重准备, 鉴于在新的打分系统中, 既有澳洲的工作经验加分, 也有在澳洲的薪资加分, 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所以在留学选择学校选择地区的时候, 你要选择一个和你的自身能力特质所匹配的专业, 医院和偏远地区的养老院到底哪里更缺人呢, 另外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其他国家, 劳动力市场其实竞争一直都很激烈的, 而且这个激烈程度是随着一些事情和时间动态变化着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三年前的COVID期间, 大家很容易各行各业就找到工作了, 那时候的IT毕业生可能毕业没有花太多的功夫就找到了工作上岸, 现在已经工作了两到三年, 成为了未来189打分系统中卷王有特别大优势的存在, 而当时的餐馆服务业照不到人, 小时的薪资飙升到了30澳元以上, 另外建筑工地轻轻松松的也是30澳元以上的薪资, 但随着劳动力的补足和后疫情时代, 当时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所以对于最近几年的毕业生来说, 尤其是非三宝行业的毕业生, 其实已经没有像那个时候容易找到工作, 求职者的溢价能力会减弱, 对薪资的预期也会降低, 对于可能受到新的打分制度影响的毕业生来说, 也就是24年, 25年26年之后入学的这些人, 那他们毕业的时候面临的就业市场还是比较严峻的, 如果不是三宝行业, 那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难度仍然较大,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多多浏览一些照片网站的信息, 多多阅读job description, 把自己培养的更加skillful, 更加满足雇主的要求, 同时假期时间或者是闲下时间也可以多多的去寻找去有好的工作机会, 要投入工作,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英文交流和雇主非常通常, 并且你的专业也非常过硬, 那么你在雇主眼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这个时候你会获得一些bagging power, 那么你的薪资其实是可以和雇主在商量的,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 从7万8万9万的年薪, 我们所加的分数从30分升到4050分, 所以你在雇主眼里如果是非常有能力的, 你可以去和雇主议价, 甚至去要求雇主开出高于你实际薪资的job offer, 具体如何操作是需要你和雇主谈妥的, 这里我也不想涉及太多内容, 但是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资料, 无论是你的job offer也好, 或者是你通过一年的工作经验来记录你有这样的工资, 你所收到澳洲事务局的notice of assessment也好, 都证明了你这些材料是真实的, 你实际获得了这些工资, 也是可行的一种方案, 对于三宝来说, 行业内其实存在着很多获得更多工资的机会, 大家的行业人员短缺, 需求量大, 工作量也大, 所以你可以去加班, 去做更多的小时数, 这样就会把一年的年薪堆高了, 而这份高薪加分只需要一年的年薪去证明, 所以可能辛苦一年, 获得更高的薪资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最后对于很多二十几岁的人, 如果你还没有选定留学澳洲选择什么专业, 那么你可以不必要的强求自己去读三宝专业, 这建立在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年龄加分, 以及你对你未来能考出英语加分有很大的把握, 并且你的学术水平也一直很好, 我个人的建议是选择你一个真正喜欢的, 在这个领域你能够发光, 能够发挥你的才华, 你不会觉得委屈, 反而是乐在其中的职业, 因为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去以很好的工作能力来获得很好的薪资, 在未来的189独立技术移民打分中, 以这种高薪资获得一定的分数优势, 纵观全篇的智库报告, 我觉得智库是在建议澳洲政府, 未来要更多的引入很多领域里, 拥有很高的技术, 然后能发挥很多的才干的高薪资的人才, 接下来我的建议是, 有建议配偶和单身加分, 在以后可能会被践行的技术移民打分里权重变得非常之大, 因为90对500嘛相当于五分之一, 所以你要么就一直保持单身, 你要么就不想失去更多分数的话, 需要配偶好好把英语考出来, 另外不要抱有缴信心理, 例如你已经结婚了, 但是在提交EOI的时候, 你说你自己是单身, 这种行为是违背了移民法, 提交了虚假信息的, 无论是对申请人自己还是对配偶, 考好英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未来在新系统中, 配偶要至少考到雅思的7分, 才能加上40分, 而不是像现在的系统, 配偶只要达到Computant English, 也就是6分就可以获得加分了, 对于申请人自己, 如果有能力考到雅思8分, 是非常好的加成, 因为直接加到了90分, 当然我们知道, PTE考试也是被澳洲的移民局认可的, 并且它是所有雅思考试等同的考试中, 最容易达到分数的一个, 尤其是在高分段, 最容易达到8分以上分数的考试, 而且PTE的65分等同于雅思的7分, 65分也比考到雅思7以上要容易得多, 如果你对达芬系统的英语加分有很高的期待, 那么转向考PTE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还是看英语, 在之前我们研究三宝案例的时候, 发现了CCL考试加的20分, 虽然它没有特别多, 像雅思8分加的90分那么多,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种微小的细节, 微小的分数来决定了一个人, 到底能不能达到300分或者是更高, 而且前面我也说过, CCL是一种更加自然的对日常对话, 日常的生活长久所需要的自然的词汇, 自然的表达所进行考察的一个考试, 所以它将来对我们在澳洲更好的生活和工作, 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因为大多数人从小到大可能学的都是一些偏学术的英语, 包括雅思和PTE考试也都是偏学术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即使你考到了PTE4个79, 雅思4个8分, 也只不过是你在澳洲工作生活的一个良好起点罢了, 之后你可能要学习更地道自然的去和本地的同事进行交流, 因为有些时候即使你会很多大词, 但是你仍然因为一些惯用的表达而感到困惑, 比如说你今天上班遇到了两个同事, 你叫他们打招呼, How are you? 同事A说, I'll be better, 同事B说, There's no point in complaining, as nobody will listen to me anyway, 那么请问大家, A和B两个人, 是他们觉得他们都挺好呢, 还是都不好呢, 还是一个好一个不好呢, 其实A在表达自己没有很好, 但是你如果认为A表达了他, 他挺好的, 那你也说了句, Oh, That's good, 就会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你可以表达对A的关心,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而对于B来说, 他只是在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他其实挺高兴的,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移民成功之前, 我们确实是应该更加关注学术英语的, 其他的这些自然的表达, 在之后我们有大把的机会和时间来学习, 尤其是我们需要功利性的提高英语, 在我们189分数里的打分, 所以今天我会推荐一个练习平台, 来帮助大家攻克PTE的考试, 这就是多莫PTE, 它的前身是PTE黑科技, 是2017年就上线的, 在国内是最早提供PTE全体型练习, 以及AI打分的练习平台, 在2022年底, 基于原有的数据对网站进行了重构, 升级为2.0版本, 也就是多莫PTE, 大家可以在浏览器中搜索多莫ink这个网址, 直接去到网站练习, 也可以用手机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多莫PTE, 注意这个是小程序而不是APP, 网站和小程序上练习的题目都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包含的题型, 是PTE的全部题型, 其中有口语的read aloud, 单单一个题型就包含了成百上千道题, 这也是因为它是最早推出的, 覆盖了PTE考试从2016年到现今的题库, 同时它是国内最大的PTE考生的线上交流平台, 在这里我们可以浏览别人的优秀练习, 尤其是口语read aloud, 在阅读文本的这个题型里, 也可以参考优秀练习, 看看大家是如何得到了高分, 然后不断修正提升自己的口音, 对于考试日期将近, 近期有应试需求的同学, 高频的题目和近期考过的题目也会被筛选出来, 所以在没有太多的精力之下, 可以专门练习这些高频题目, 会节省一些时间更高效一些, 同时网站和小程序内置的AI打分, 是非常的接近真实考试的口语成绩的, 在这个平台上, 听说读写全部的题型, 大家都可以免费来练习, 但是如果你想对自己的口语部分, 获得feedback反馈和打分的话, 是需要付费的, 对于其他题型如果需要打分也是如此, 因为这个打分系统是过去的PTE黑科技, 现在的多么PTE自行研发的, 并且也付出了高额费用, 和陪生PTE考试官方自己在用的技术知识方进行合作, 在2022年, 打分系统进一步优化升级, 工作人员听取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类型, 不同性别, 不同音色的声音样本, 结合样本在实际考试中的表现和达到的分数, 不断调试, 最后调试出了最接近于真实考试的参数, 作为观众, 既然你已经听取我的讲演到尾声, 那我也会送出一份礼物来表达感谢, 你可以在你常用的绿色软件中, 搜索PTE大班长聘音, 作为想爱老师的观众, 你可以免费的体验自己的口语, 在真实考试中大约能达多少分, 而多谋PTE本身, 也不仅仅是一个PTE的线上提醒练习平台, 它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PTE课程, 正如它的slogan, Higher score, Less time, 和我一样拥有丰富的澳洲资历和PTE经验的老师, 他们会教授同学们, 根据同学们自身的基础, 各个提醒如何拿到更高的分数, 如何攻克自身某个提醒的短板, 详尽的考试技巧, 都蕴含在三周密集的课程内容当中, 如果你想快速地得到英语成绩, 或者你正卡在某个单项无法攻克, 建议大家找到老师明确自己的薄弱处, 明确更好地练习某种提醒的技巧, 因为这是一种短时高效的方式, 从2017年到现在, 有很多高分段的同学, 他们对PTE考试久功不克, 都是通过上课的方式获得了分数的提升, 最后拿到了7和8对应的技术移民加分分数而上岸, 随着PTE考试再不仅仅是澳洲留学移民领域, 在全球范围内它的任何程度的增加, 和多莫PTE本身影响力的扩大, 多莫PTE所提供的课程也在不断多样化和进行优化, 给到自家学生的福利是越来越多, 在三周包含技巧和刷题的紧凑课程里, 如果你没有达到预期的分数, 你还可以无限周的去重新上技巧课程和参加预测刷题班, 在开课前, 辅导老师会赠送学员丰富的课前资料, 无论是课程的哪个阶段, 如果你有需要, 辅导老师会对你进行密切的课后辅导和读学, 临近考试也会帮助你压题, 助你考树理想的成绩, 最后如果你对课程还有什么疑问, 请用常用绿色软件搜索PTE大班长拼音, 当然作为我的听众, 你也可以向其索取小爱老师的礼物, 最后如果你听到现在, 也就是真正的尾声, 我衷心的感谢你的参与, 希望今天我的演讲提供的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亲友向你咨询澳洲政策的变化, 你也可以言之有误的去回答他们, 如果你需要本次讲座我所制作的PPT, 或者是澳洲智库的意见原稿, 请在留言区留言。